这是民国53年的嘉义 以借儿历之年的张继志 在亲友的祝福声中 与青梅竹马的女友沈小芳 定下了终身大事 当闹洞房的客人们 好不容易散去 新房里只剩下新郎与新娘的时候 坐在床边的沈小芳 满面娇羞 几乎不敢正眼看她 过了今晚 她就是自己的丈夫了 这么多年以来 生性保守的沈小芳 只是暗恋着意气风发的张继志 眼见她在女人堆中 左右逢源的样子 沈小芳从来不敢梦想 成为她的心上人 想不到最后 张继志竟选了她 作为终身伴侣 令沈小芳 有如陷入了梦境一般 到现在还难以相信 这样的幸福 阿红 你感到累吗 万一你心里生日的辛苦 我出去聊你回来 你去哪儿吗 我出去聊你回来啦 你待会儿啊 没料到张继志居然在新婚之夜 连礼服都还没换 就匆匆出了门 把新娘子一个人丢下 令沈小芳错愕不已 已经是深夜了 在房间里的女子 似乎在等着什么人 听见张继志的脚步声 而抬起头来 张继志不由分说地 将她按倒在床 女子抗拒着 男子的力量 却轻易制住了她 她假意顺从 却暗中抓紧了锋利的刀刃 惨叫声化破了宁静的夜晚 当邻居们见到一身是血的张继志后 都不敢相信 她是今天刚结婚的新郎 不在新娘的闺房中 却在这里一山不整地受了重伤 而且所伤之处竟是下体 这种令人无法置信的场面 是如何发生的呢 当接获报案的警察们 赶到现场之后 众人的眼神更是怪异地 望向其中一名年轻的警察 他是才刚有警校毕业的 麦国俊 不知为什么 所有的警察同事 都刻意地拦阻他接近现场 当麦国俊 不顾一切推开众人 见到呆坐在椅子上的苏曼丽之后 一脸震惊 无法置信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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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什么事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妈 你跟我说啊 到底你会做什么事 你跟我说啊 妈 妈 你现在给你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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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神情平静的苏曼丽 被带走之后 众人依然议论纷纷 麦国俊则一口咬定 是张继志要非礼他的母亲 苏曼丽 母亲才会自慰商人 可是今晚 正是张继志的新婚洞房花烛之夜 为何他会放着新娘 捕手空归 却偏偏来非礼一个 比他大十来岁的半老徐娘呢 生命会轮回 爱恨情仇也会轮回 大轮回为您揭开生死的迷惑 这桩奇特的简经奇案 发生在民国五十三年初的嘉义 一个四十三岁的校长夫人 和比他年轻一大截的男孩子 有了生死的纠缠 以至于他奋而一刀 斩断这个男孩的是非之根 这桩匪夷所思 非常离奇的奇案 不要说是当时淳朴的农村社会 即使发生在现在 也绝对是耸动的大新闻 这件案子 最后演变成诡异的罗生门 真相追索的过程 可以说是峰回处处 惊世骇俗 今天我们大轮回 为您还原现场 细说从头 其中人伦之间的关系纠葛 与冲突 绝对值得我们的警惕 与信思 警局里张继智的新婚妻子 沈小芳痛恨地瞪着苏曼丽 指责她是个魔女 不但勾引张继智 还故意在今天将张继智 伤害成残 苏曼丽的儿子麦国俊听了 当场勃然大怒 不但勾引张继 你现在是在说什么 是你的司机会交代工夫 我要过去当甘继 现在我再不介绍 因为我那时 我要过去当商业 好啊 要过去就要过 看谁过去 我要过你 破坏的名声 要过就过啊 叫你啊 你过啊 好啊 你不要再说 郭帅 再问你的事情 不过 好 我来 你介绍都不合你介绍 组定 我会过 我来你也会过 情绪激动的沈小芳 立刻被警员安抚带走 而情绪一样激动的麦国俊 也被同事们百般劝慰 麦国俊稍微控制住情绪之后 便要求让母亲苏曼丽 先进医院休养及验伤 苏曼丽却摇头拒绝了 就这样 她暂时被收押在警局 静候侦办 物质使麦国俊无法置信 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 这种事会发生在苏曼丽身上 自从十几年前 身为校长的丈夫去世之后 她便一心一意 独立抚养儿子麦国俊长大 尽管天生立直的她身边不乏追求者 她却是一座难以攻破的冰山 对男子从来不假以颜色 这样一个真烈闲境的贤妻良母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来呢 这其中最为恼怒的人 当然就是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的 麦国俊了 父亲在她十四岁的时候便去世了 她和母亲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 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苏曼丽的人 麦国俊的父亲麦二郎是小学校长 从日本留学归国 在当时不但是村里的光荣 也是地方上数一数二的人物 她平素不苟言笑 充满了威严 在媒妁之言下 相亲娶了家教严格的苏曼丽 从此便过着夫唱妇随的日子 苏曼丽嫁入麦家门时 那惊人的美貌与温柔 立刻成了众人的话题 她和麦二郎的婚姻 正是典型的才子佳人 神仙眷属 在结婚两年后 苏曼丽便生下了麦国俊 从小麦国俊就只记得 家里的气氛非常冰冷严格 在父亲面前 她不敢随便说笑胡闹 但是与苏曼丽在一起时 母子俩却无话不谈 两人之间的谈话 就像两个八岁的孩子 或者像两个二十八岁的女人 就连母亲苏曼丽也对父亲 唯唯诺诺百般敬畏 只有私底下母子两人相处时 才有一点温暖快乐的感觉 眼见父亲把母亲当成女佣使唤 麦国俊从小就很心疼母亲 有没有想象地自己教下 击乎天地 大司会 好 小心 抱歉 定爬 差不多被洗澡乾淨 好 哦 你想哪儿啊 哦 没的大事 快点啊 我忘了去吧 你想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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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柔 你想哪儿 妈妈 没想到麦二郎竟身染恶疾 就这样一病不起告别人间 麦二郎英年早逝 在整个葬礼过程中 苏曼丽一滴眼泪也没掉过 又如一村冰山 很多人都说苏曼丽是个没有感情的人 但是只有麦国郡知道母亲伤心的程度 因为在父亲去世后的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里 母亲夜里总会梦游 失魂落魄的走到院子 每当母亲梦游时 都是麦国郡说好说歹的 把她带回房间 安抚着她入睡 但是第二天 母亲完全不记得昨晚发生过的事 麦国郡也隐忍在心 没有让母亲知道她的梦游情况 所幸几个月内 这种情形便减少 不到一年便完全消失了 丧夫之后 乡里间的登徒子 更是时常对美貌过人的苏曼丽 几眉弄也 而正式前来提亲的追求者 更是不乏其人 可是苏曼丽完全不为所动 平时里温柔闲静的她 只有一件事让她给人的观感 完全不一样 在这个小镇里 从前原本有一个到处勾引男人的 全村公敌 也是恶名昭彰的私娼吴美娟 她很久以前便搬离了这个村庄 有一天 苏曼丽带着麦国郡上学的路上 见到吴美娟迎面而来 甚至还对苏曼丽打招呼 好天狐狸啊 这是你的肚子好小喔 真你肚子 你不要这样 你现在要等一会 你现在要等一会 走来 你先来 你要看我的肚子 好天狐狸啊 你是想起什么 我没想着啊 你怎么会这样想起呢 走走不要走 我这儿没要理中大母 对啦...就是你啦 未见未见 下居下居 好不然我找你主人的名字 走啦 走啦 民众一见到 以贞洁出名的苏曼丽 与吴美娟起了冲突 不由分说地 纷纷跟着响应 合力赶走这个私仓 并没有人想到 苏曼丽这强烈的反应 是否过了头 此后苏曼丽便过着 心如止水的生活 十年来 靠着丈夫留下的积蓄 省吃俭用 把独生子麦国郡拉拔成人 只要等儿子 考上景观学校 毕业之后 他生活的重担 便可以放下 而麦国郡更是下定决心 将来要好好孝顺 这为了他 而牺牲所有青春的母亲 苏曼丽亲手断了张继智的命根子 这样的事实摆在眼前 但是麦国郡相信母亲的清白 他绝对是自卫商人 虽然他拒绝以就医的名义 逃避牢狱之灾 但是以母亲对贞洁的重视 发生了这样的羞辱 或许早已对母亲的心灵 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因此他才不做任何辩解 发生事件的现场 一地的血迹依旧触目惊心 麦国郡在父亲的遗像前发誓 一定要洗清母亲的冤枉 下定了决心之后 麦国郡头也不回地冲到医院 要当面向张继智问个清楚 加护病房里的张继智尚未脱离险境 还在急救中 不要说院方不可能让他见客 负责看守的警员也拦阻着 情绪激动的麦国郡 不让他闯进去 麦国郡头 好 你的伤害你更严重 你叫我更严重 现在是跟老公交谈的 哪里都是你母后的 你 你说啥 早上 失了 是我说不对 好啦 刷刷去 最感冒你才知道 这是牛家杰的意图 我从以前有没有这个人 他整个头脑都带一个派问者 你以前就把你 没错 以前是我的家庭 麦国郡一说出至层关系 更是令人惊讶 原来张继志与麦家早就有交情 只不过像苏曼丽这样 几乎可以立贞结牌坊的妇女 又是如何与张继志 发生这牵扯不清的关系呢 最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 往往就发生在最平凡的生活点滴中 原来张继志小学时曾经是麦二郎的学生 以帮麦国郡补习而得以进入麦家 他做梦也没想到 师母竟如此年轻美丽 生性风流的张继志 对年轻美丽的师母自然是奉承有加 往往补习结束后 还赖在麦家不走 有时苏曼丽也碍于情面请她吃顿饭 使得张继志更是想尽办法接近苏曼丽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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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牛 休息是我的本婚 这会上你 不用 你自己去看那些 我不就好 心中忐忑不安的苏曼丽 对张继志稍微越轨的言行只感到讨厌 可是看她似乎安安分分的 也没有更过分的行为 苏曼丽也不由得放下了心 当天张继志补完棋离开之后 她便将这些花统统丢到垃圾桶里 而且故意让第二天张继志来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些花的下场 不料张继志看了并没有特别的表示 却在下一次又提早了二十几分钟来麦家 手上又多了一束花 别人 小邻舍 野伯今天的花 你的才能救啊 不用 如何 自己的 proposals 再回來我送來 不過... 這個... 這個火是我們朋友開火鍋的 他村的叫我幫他處理 我想說我們家就用不到 我想說生死女的家這麼漂亮 這麼這麼多 映台用得到 喔...本來是這樣 如果沒有生死女 你叫他是什麼 沒有... 沒有什麼 儘管如此已經長大董事的麥國俊 對於張繼志看母親的眼神 敏感地察覺出某些卑鄙的東西 如今發生了這樣的慘事 麥國俊打從心底認定 張繼志老早就對母親有不軌企圖 一定是他用了什麼方法 掌握蘇曼莉 逼肩騙色 畢竟他曾經親眼目睹過母親 冷冷地對待張繼志 這整件事裡 母親才是受害者 麥國俊堅持要去找張繼志的妻子 沈曉芳 向他質問張繼志的交友狀況 陳組長則堅持要陪同他前往 並且三令五身 事先要他不許激動 要以警方的立場客觀辦案 麥國俊口頭上答應了 但是一聽見沈曉芳激動地指控母親 麥國俊還是忍不住 又與他吵了起來 那頭會嚇我一直說我阿姊 妳怎麼會說什麼 妳人生氣幫我走到我家 這怎麼會說 那是妳老婆一直叫我阿姊去的 妳怎麼會說 郭忠祐 妳要認證好不好 本來就是我老婆會說 不會減少 妳雖然把我放得乾淨 妳真的有夠不會減少 從義大貴婦沒聽到 妳怎麼會說 真是我阿姊 看她的我家婦 才會退下賣給她下賣 妳老婆誰還賣 你 你 郭準 妳老婆還要去合衆黨 以後就不讓妳插鞋子 好 小太太 妳是說不可以來生警班 到底是為甚麼 她 她把我叫一個報告 什麼報告 就是 一般的我相信我 裡面有很多剛才出生的小姐頭 都已經去給她協助 妳怎麼會知道她是她的 是不是報告上頭的名字 沒有 但是一定是 除了她還有誰 報告 我還接到郭羅東 做泰國的電話 電話 電話 是替妳亂來電話嗎 妳以前出生還是不太太 沒有 沒有說話 要不說 我在電話裡面 有牽涼的女子和女子 在做那些事的叫聲 妳怎麼會說 電話靠來沒出生 妳憑什麼說我母的靠 還有 報告上頭也沒什麼 妳有什麼政策 還有不怕 你說 妳說 一定是她 除了她還有下 希望事情 只有她才會出來 什麼東西呢 阿姨也幫我處理掉 蔡太太 謝謝妳的合作 告訴我 走我們 走 我告訴妳 妳飯不能亂吃 我一直不能亂吃 我一直不能亂說 報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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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曉芳的說詞 令邁國俊怒氣沖天 她不敢相信 有人會這麼無恥地捏造謠言 羞辱母親 為了證明沈曉芳的話 是一派胡言 她決定要再多問一些人 找出事情的真相 當邁國俊來到張記志上班的地方 表明來意之後 立刻引起了一陣輕微的騷動 幾乎所有的人都圍了上來 原來這樁檢禁案被報紙披露之後 引起了熱烈的注意 警察終於來向他們詢問案情的相關證詞 就算平時與張記志不熟的人 也都擠上來七嘴八舌 見到這種情形 邁國俊更是心如火粉 母親的名聲與清白被這麼一渲染 不知道會被扭曲成什麼樣子 在科長的制止下 才有幾名比較了解張記志的職員 負責回答警察的問話 在他們口中得知 母親不只來找過張記志一次 還會帶東西來替張記志補身體呢 請問蘇曼妮中途不要找 中途幾次 三次 第一次他剛拍照 阿姊就把他帶走 第二次他就拿補品來 第三次小方就發現 阿姊說蘇小姐就是他的客戶人 阿姊說蘇小姐就是他的客戶人 阿姊是蘇曼妮整個臉都吵吵吵吵 我們大家都也看得出來 對… 沒有什麼人說話 以後就不來 這些話麥國俊根本就聽不下去 腦子裡一片空白 甚至感到反胃 陳組長追上他之後 好言相勸了一番 依他多年辦案的經驗 案件的相關證人 最喜歡做事後諸葛亮 把普通的事加以誇張 講得好像早就知道會發生事情一般 像這樣的證詞 只能作為參考 不一定要全盤接受 前輩的勸解令麥國俊心裡好過了些 但是這件事如此的不尋常 也令麥國俊更加忐忑不安 他無法等到開庭 這段時間內 他已急著要先行找出真相 為了推翻沈小方的說辭 麥國俊來到附近的寵物店 並且不辭辛勞 一家一家都親自去問 幸好問過了所有的老闆 都沒有人見過長得像蘇曼莉的女子 來買過小兔子 這使得麥國俊才稍微放下了心 但是心中還是略感不安 因為這只能說明 不是蘇曼莉寄給沈小芳那個包裹 對蘇曼莉的冤情並沒有什麼幫助 麥國俊趕回家中拼命地想找出蛛絲馬跡 好推翻沈小芳所說的事 可是他卻一眼就赫然發現了一樣 他從前沒有注意過的東西 在倉庫的角落多了一個鐵籠子 籠子裡還有殘餘的動物飼料 家裡從來沒有養過寵物 這個鐵籠子是什麼時候出現在家中的呢 麥國俊雙手發起抖來 撿出籠子中遺留的動物軟毛 拿去寵物店請老闆辨認 老闆一眼就認了出來 那果然是兔的毛 麥國俊瞪時眼前一黑 母親什麼時候養過兔子呢 自己居然一點也不知道 母親是他心目中三從四的女人完美的典範 難道真相是自己完全無法想像的嗎 他搜證的動作到此為止 麥國俊告訴自己 這樣忙無頭緒的搜證 或許反而被對方的證詞拖著走 而被誤導了方向 因此他決定等到開庭聽母親的辯解 再替母親照證據 好不容易熬到了開庭的當天 被告席上的蘇曼莉 一席淡雅的旗袍 挽著整齊的髮計 楚楚可憐地低著頭 不管法官檢察官問他什麼 他都只是默默不語 最多點點頭或是搖搖頭 那柔弱溫順的模樣 令在場的人無不同情 紛紛疑心 他真的下得了手 做出這種事來嗎 蘇曼莉的律師認為是 張濟智欲對蘇曼莉非理才有這樣的舉動 並舉出蘇曼莉平時的自愛與癥結為佐證 可是接下來所有的證據 卻都不利於蘇曼莉 證人之一的李太太說 在張濟智結婚當天 蘇曼莉在晚上大約十點的時候 便寫了張紙條請自己交給張濟智 因為李太太不認識字 所以不知道紙條上寫了什麼 而張濟智看了紙條之後 便將紙條揉掉 放在口袋裡 要她轉告蘇曼莉今天自己很忙 沒法子去 李太太回去告訴蘇曼莉這個答复之後 蘇曼莉又苦苦哀求她再去叫一次 這次當李太太到達時 婚宴已經快要結束 客人也差不多都散了 張濟智才為難地告訴李太太 晚一點 晚一點一定會去一趟 李太太回去告訴蘇曼莉之後 蘇曼莉送給她一件自己的衣服作為答謝 之後李太太便回家睡覺了 不知道張濟智是什麼時候來的 直到將近凌晨才聽見慘叫和騷動 在眾人的注目中 坐著輪椅出庭的張濟智倒是很快坦承 自己和蘇曼莉暗通款取許久 面無表情的張濟智似乎十分平靜 唯唯道出她與蘇曼莉的一段孽約 自從見到蘇曼莉的第一眼張濟智就被迷住了 她做夢也沒想到四十來歲的女人 居然會如此脫俗美麗 張濟智當時便完全忘了 什麼身份問題年齡問題 決心要追求到她 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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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智娘 我是長男來追你 過 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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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想到叫你謝忻 我想到你永遠叫你的女兒 可以嗎 你閉嘴 你怎麼叫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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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見到一個大男人 居然在自己面前掉下眼淚 蘇曼莉滿腔驚怒 化作驚奇 她從沒有想像過男人會掉淚 她的王夫就是一個 連笑都不太笑的男人 當時她的心軟了 眼前的張濟智已經不是那個 對她無禮的男人 而是一個需要她哄的孩子 一定靠近 我心裡的那些沒想像是 我心裡的悲哄 我的背面 我心裡也寫的 我沒有聽過 阿倫,我還是什麼事 我沒有人接受我 阿倫,既然我們在這裡的日子 我…我希望你遙遠 讓別人所未生活 阿倫,你怎麼搞的? 阿倫,我來怎麼搞的 聽了蘇曼麗的話 張繼志便認定自己還有機會 一找到機會 便往蘇曼麗家裡酸 可是蘇曼麗對他 也不熱也不冷 逗得張繼志心癢難熬 張繼志送花送禮物 蘇曼麗就臉色一變 不留情面地 當著他的面丟掉 這是什麼 我頂來聽你說 你跟那種紅色 我沒錢買 所以我自己買材料一做 你自己聽的嗎 對啊 你看 我聽的整個手都是胸 阿賴 你笑 我看見你很漂亮 很美 很美 不然你叫我名字 我是你的身心 你不說 你不說我 這是要給我嗎 對啊 雖然現在 你不說我現在也不說什麼 來… 來… 这次的用心良苦也失效了 张继智不禁要疑心 苏曼丽真的是一座冰山 虽然外形出色 深爱女人的心的张继智 身边多的是对象 但也许是越得不到越有魅力 他再接再厉地向苏曼丽发出攻势 丽氏要攻下他的芳心 丹姐,你这样学习戏 把东西拿走 老伯,你怎么把东西拿来 我会把他消失 你这样学习戏 这是我这样 我还没能把东西拿走 你也知道 我的问题 你不用把东西拿走 你怎么说 这样 甘说我的心 都不是我的 你笑啊 早上不要跟我拿去笑啊 我知道他们参与的试音 我真是我的心 哪有试音 我看见他们痛苦的标准 我真是我的心 一瞬一瞬 一瞬就在哪里的痛苦 你带我 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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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曼丽虽然还想反抗 身体却不听话地任凭张继智安排 脑子里迷迷糊糊的 张继智激烈地告白 终于令她的心里燃起激情 她从未想过什么是爱 更不相信有人会对自己这样热情 然而如今却发生了 苏曼丽的心中有几分迷惘 却有更多的不安与害怕 不久麦国俊考取了锦校 上台北念书 家中顿时只剩下苏曼丽一个人 完全没有任何限制的苏曼丽 更能够明目张胆地与张继智独处 两人有如干柴遇上烈火 一发不可收拾 可是在亲密的相处当中 张继智渐渐发现了苏曼丽身上 时常伤痕累累 疑问之下 竟是苏曼丽自己割伤或烫伤的 添 0-0-0-1-0-0-1-9-0-1-0-1-0-1-0em 我还想让我说 能不能疼吗 你还能疼吗 你还能疼吗 我还想让我看看 我能能戴那天atori说 我能戴那天空的 我还想让我暴力 我又再谴 我还想让我说 我还想让我看 你到底什麼程度? 你不會落地獄的啦 你連這隻高雄都沒有任聘的來死 不過我落地獄的女人 姐... 我聽人家說 說到幾十人落地獄的女人 以後落地獄後 那兩個人的孝子要真意 淹落後就跟她去做冷漠 那兩個人的 那都騙人的 現在都什麼時代啊 怎麼有這種事情 我也跟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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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弟啊 我帶妳帶著的 真客氣 我們有說好的 以後我若是死 妳就要跟我一起去 妳不可以幫我這個人去給她 妳不可以幫我這個人去給她 好了 妳為什麼都給妳啊 我的人 我的命 妳怎麼會不會提我 沒有了 那我就蠻兇了 蘇曼麗 蘇曼麗時常說出莫名其妙的話來 又老是講到死後的事情 無形中給了張濟智詭異的壓力 對蘇曼麗的神經質感到有點厌烦不安 最近更有變本加厲的趨勢 惹得張濟智興起了逃避的念頭 身邊向來不乏異性朋友的張濟智 她逃避一段感情的方式 就是選擇另一個碼頭靠岸 於是 沈曼麗 因緣際會的雀屏中選 她的懷抱成了張濟智的另一個避難的溫柔鄉 其實沈曼麗與張濟智也算是青梅竹馬 他們一直同學到高中 身邊老是被女孩子包圍的張濟智 對她偶爾也鬥上幾句 便把她純情的心引到了自己身上 想不到張濟智會突然對自己展開追求 沈曼麗整個人更是死心塌地 是物極必反的 張濟智寶藏了慢力辛辣極端的愛情之後 再驟然從沈曼麗這兒感受如溪流的婉約清澈 那種反普歸真的穩定力量 竟然讓張濟智有了成家的衝動 在私人公司工作的沈曼麗 建議張濟智找一份公家工作 有了鐵飯碗之後 要成家便不難 可是張濟智並沒有公務員資格 要專心準備考試 家裡也實在供不起她 幾個月不去工作 當然張濟智更說不出口的是 自己工作之外的時間 都得應付殘忍的蘇曼麗 更不可能念書 張濟智憂心忡忡的樣子 讓蘇曼麗見了追問之下 一聽她有心考公務員 蘇曼麗竟立刻承諾 自己願意負擔她 準備考試期間的費用 張濟智喜出望外 明知蘇曼麗期望的是 自己考取之後 將她明媒正取 張濟智也樂得不加以說穿 就這樣接受了蘇曼麗的接激 為了掩人耳目 蘇曼麗還在偏僻的山上 租了一間小屋子 讓張濟智在這裡專心準備考試 而她也幾乎天天都往這間小屋子跑 與張濟智過著雙宿雙飛的恩愛生活 張濟智順利考取了公務員資格 被分發到林鄭的正公所 蘇曼麗要求她和自己 繼續住在這間小屋子裡 卻被她以交通不便的理由拒絕了 蘇曼麗這才退了租 但是要求張濟智每個星期 都要去她家裡探望 張濟智的態度有了明顯的改變 她只有在夜深人靜時 才偷偷摸摸地過來 每次總是甜言蜜語一番 便與蘇曼麗共赴雲雨 總是在天還沒有亮 就又偷偷摸摸離開 留下蘇曼麗一個人等著天亮 漸漸的張濟智來到家裡的次數 越來越少了 感覺上跟曼麗的關係 也越來越疏離了 張濟智則變稱自己現在是公務員 在操心上的顧慮 不能像以前那樣明目張膽 再說她的兒子 麥國俊也畢業了 依照第一志願分發回家鄉 雖然必須住在警察宿舍裡 可是她萬一問起蘇曼麗又如何 向兒子解釋兩人的關係呢 然而蘇曼麗還是用盡各種方法 追蹤張濟智的去向 有時張濟智與朋友出遊 竟都會見到蘇曼麗有意地經過 雖然蘇曼麗並沒有過去 向張濟智打招呼 可是這樣的行為 無非是有意告訴她 她隨時都能掌握她的行蹤 為了這一點 張濟智與蘇曼麗不止一次吵過架 可是蘇曼麗總是平平靜靜地 聽張濟智發牢騷 溫柔地道歉 令張濟智束手無策 你為什麼要這樣 你怎麼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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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這麼湧湧湧湧 我 你怎麼看你 我不是真的來找你 沒有 我們沒說 我不是每天看你 我只看你 一陣子看你 我只看你 我就看你 我只看你 看你 我看你 你身上不想到 我又是這樣子 我也是這樣 你怎麼不說 你今天這樣 來自洪湧湧湧 別人會懷疑 我不管 我沒關係 你氣壞 我不是跟你說過 我現在是說無話 你要飛到我的前度 你怎麼這麼湧湧湧 阿雷,你還不來,等我去看姐姐,我們就來結婚,我們就在光明進來做會了 我帶你,叔叔,你怎麼沒有人陪我? 聽了張機智合情合理的說詞,蘇曼莉只好把不滿放在心底,也盡量告訴自己不要去鎮公所找她 但是就在第三次忍不住的探班中,叫她見到了不敢相信的一幕,聽見不敢相信的話 不要,我跟妳來,我跟妳來,我跟妳來,不要這樣,我跟妳來,妳看她 阿楓,妳怎麼來? 阿楓,妳怎麼來? 阿楓,妳想跟客婦嗎? 客婦?我來幫我們聽話 阿楓,那時候,我最近跟客婦聯絡對了,妳看客婦平常對話很好,很照顧我,很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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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妳也叫客婦 客婦,妳好,我叫小邦 客婦,妳很漂亮,做一天差不多 客婦,我今天四十幾歲了,妳呢? 客婦,妳說四十幾歲了,妳呢? 客婦,妳說四十幾歲了? 哪有可能,都看不出來 客婦,我四十幾歲了 客婦,我四十幾歲了 如果像妳這樣,阿楓已經知道了 客婦,妳就要教我怎麼保佑 客婦,妳就要教我怎麼保佑 客婦 客婦 客婦,妳怎麼看 客婦,妳怎麼看 客婦,妳可能怪我,不跟她說妳的事情 以為自己成功混過一時的張繼志 當晚便到蘇曼麗家 準備好好安撫她一番 誰知道才一踏進麥家 便聞到一股奇異的味道 像是什麼東西燒焦了 妳燒什麼東西? 沒有,這隻臭的,可能燒焦了回家 可以讓她們也會燒焦一下 那些臭的味道也會燒焦一下 Krin 妳想什麼? 你自己不可以看 我可以 走啊 生日真假 應該剛才洗出來逃我兒子 我沒想逃我兒子 我跟他講得很好 你…你怎麼這麼做 我想要看看 你的心 你的痛苦 不過我兒子 做天堂 我會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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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機智幾乎就想拔腿而逃 只覺得孫萬利似乎不太正常 但是轉念一想 或許這只是他恐嚇自己的手段 這麼一想 張機智立刻又堆出笑臉 好言安撫蘇曼麗 說是沈小芳一廂情願地追求自己 又拿出沈小芳的照片 缺德的品頭論足 閒得一無是處 這才令蘇曼麗再度展露笑顏 在不安感激獨占獄下 蘇曼麗更展現出可怕的一面 與瘋狂的一面 張機智浑然不知 在這致命的激情中 更可怕的事就要發生了 過了兩三天 沈小芳收到一個沒有著名收件人的包裹 他本以為是家裡寄東西來 拆開一看裏面的禮物 令他一時反應不過來 回過神之後 燈時嚇得兩腿都軟了 急忙打電話哭叫著叫張機智過來 當張機智匆匆趕到沈小芳家 一見到包裹裡的東西 整個心差點跳出喉頭 那是一窩出生不久的小兔子 不用說早已被悶死在池箱中了 不必猜想 他也知道是誰寄了 這麼可怕的東西給沈小芳 一想到這些兔子 是活著時候被放進箱中打包 張機智就更感到作偶 當初他以為 溫順的蘇曼莉只是一個弱女子 就算被他佔盡便宜 也拿他無可奈何 但是接二連三發生的事 都讓張機智對他 由不耐煩變為畏懼 也漸漸發現 自己惹上了一顆不定時站的 現在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他一面好言安慰沈小芳 一面下定決心 一定要趁早甩掉這個可怕的魔女 於是過了幾天 他便正式向沈小芳求婚 察覺到不對勁的沈小芳 也連忙同意了婚事 兩人很快決定辦理公正結婚 一切從簡先定下來再說 張機智打著如意算盤 等到與沈小芳成婚 再慢慢的與蘇曼莉切斷關係 聽了張機智的坦白 麥國俊眼前天旋地轉 這麼多年來母親與張機智 暗通款取不說 還付出了所有的積蓄 想與他雙速雙飛 這根本是不可能的 麥國俊當場發了標 大罵張機智捏造事實 混淆視聽 在檢察官的追問下 蘇曼莉似乎有點神不守舍 我跟她說 我跟她說 她要哪有人來陪我 我跟妳這麼相信 她要做 我跟她說什麼都做 妳哪有人來陪我 你 她只是想要講 妳怎麼會把手放 proportional 承路師 剛才先要 spurager 妳ISE 在哪裏 我對不上山 我一直說,你告訴我一個地方 叫我不要去哪裡 我這個人很無聊 我就是自己去怕怕 怕我自己說 我看到這個人很開心 我怕我愛過 我看到這個人很開心 是人很開心 張機智與沈曉芳結婚當天 蘇曼莉本不知情 意外發現這一幕 親眼見到新郎就是張機智 而新娘就是那被她嫌得 一無是處的沈曉芳 蘇曼莉簡直不敢相信 她昏昏沉沉的走了回去 回到家之後 蘇曼莉含著淚 寫下一張紙條交給不識字的鄰居 李太太 請她一定要交給張機智 過了一個多鐘頭 李太太回來了 說張機智很忙 無法過來 蘇曼莉再度哀求李太太再跑一趟 看蘇曼莉 看蘇曼莉七苦可憐的模樣 李太太也只好替她再跑一趟 也許是張機智感覺到蘇曼莉不會就此罷休 為了避免她立刻做出不可收拾的事來 這一回張機智勉為其難答應了 張機智勒 你是不是當時的客人關心要傷她 我沒有 我根本就沒有傷害她 你為何一定要記到她 我只是 我只是想要跟媽媽唱唱 這倒對是怎麼 仰哥一直去我們島中 阿蕾 天英晚了怎麼會睡 你不想我這樣 等你很久了 我有事要問你 你是要問什麼 你今天結婚什麼不夠 你說的喔 我跟阿蕾結婚你真的有事嗎 我那是做給人看的 我沒有這樣才會結婚 阿伯是來怎麼做會 我把人家都懷疑了 對吧 快點… 我… 我來 我告訴你 你是我說什麼 你看我這個愛你 我一看到你就倒不掉了 你還會懷疑我 你到底要跟我說什麼 我來 有什麼好說的 你親一下 我親一下 我真心 你騙我 你騙我 還不跟我說什麼 我不知道 就這樣 蘇曼莉被判處了六年有期徒刑 她對這個判決並沒有意義 順從地被帶出了法庭 完全證實了母親這段不堪的行為 叫麥國俊如何能夠承受呢 多年來相依為命的母親形象已經徹底地毀了 對母親的氣氛與不諒解成了麥國俊心中難解的疙瘩 想起父親生前那麼的清高偉大 竟會娶了母親這種表裏不一的女人 母親不只是背叛了她 更對不起父親的親喻 麥國俊找出從小到大母親親手為她縫製的衣服玩具 一股腦的都堆在院子裡燃起一把火燒個乾淨 她要從心底把這個虛偽的印象燒盡 然而就在她以為一切都要概觀論定的時候 事情卻又出現了令她驚愕地逆轉 喂 喂 郭准喔 最近好嗎 嗯 不要再辛苦了 事情已經過去了 唉 我們外人也不能工作 可是畢竟她也是妳老母 你這個我好像有事 其實也是妳老母的事 什麼啊 據組長說最近在牢裡的蘇曼莉 一到夜裡就會有奇怪的舉動 像是夢遊又不大象 大家都很關心她 希望麥國俊先去看看怎麼回事 在組長的說明下 蘇曼莉的夢遊竟像是在挖掘什麼 麥國俊心中一臨 她還記得父親剛死的那年 母親就有這樣的舉動 為何會救急復發呢 在麥國俊的暗中注意下 果然見到這令她毛骨悚然的一幕 過去的回憶顯明地鋪上了腦海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蘇曼莉有這種奇異的舉止呢 蘇曼莉 謙弱的身體裡埋藏了多少沉重的秘密呢 越想越不對勁的麥國俊 立刻飛奔回家 衝到十幾年前 母親夢遊挖掘的地方 她只找了一會兒 便輕易發現 院子裡有心動過土的痕跡 她不顧一切地挖了下去 只挖了幾下就碰到東西 麥國俊小心翼翼地撥開泥土 取出一個玄瑾的玻璃罐 可以明顯看出最近才有人拿過這個玻璃罐 而罐子裡竟是裝著兩根 以輔馬林浸泡的男性生殖器 麥國俊心驚膽戰 如果一根是張機智的 那麼另一根是誰的呢 蘇曼莉怎麼會放這種東西在家裡 她這奇異的舉止 背後還有什麼麥國俊 不敢想像的真相呢 小馬 小馬 阿翔 阿翔 你怎麼來這裡 我有話要跟老婆說 該當麻煩你跟大山講一下 嗯 好啦 我說完你就快年過 麻煩我拍照 我知道了 謝謝你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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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這樣採訪 我已經知道了 這什麼 我找到你的秘密 有什麼 你到底是父母的什麼 瓜 你說 你怎麼說 我這個自動的秘密告訴你 我也 你我也知道 是他 是他媽的 見到這多年隱藏的秘密被挖掘了出來 蘇曼莉崩潰了 嚎啕大哭 說出了這一切不堪回首的委屈 當年蘇曼莉在媒婦之言下嫁給麥二郎 麥二郎身為高級知識分子 又是最有名望的校長 對她 蘇曼莉寂靜且味 雖然丈夫對她很冷淡 夫妻之間的房市有如例行公事 蘇曼莉卻以為夫妻生活就應該是這樣 她沒有一絲怨對 還十分尊敬丈夫 將她當成了最安全的依靠 當蘇曼莉生下麥國俊之後 麥二郎更是幾乎不碰蘇曼莉 而且對她的要求越來越嚴格 不許她打扮 甚至不許她看書 完全把她當成女傭 蘇曼莉原本就家教嚴格 在丈夫的壓抑下 更是把自己的情感慾念都視為不解與羞恥 完全的壓抑 在外努力扮演著賢妻良母的角色 內心卻十分空洞 沒想到她赫然發現 丈夫竟得了性病 下體幾乎要爛掉 麥二郎老實告訴她 這兩年來她與斯昌 吳美娟 發生過不正常關係 兩人一直在暗中交往 直到她得了病 一氣之下才暗中發動力量 以輿論和法律手段 將吳美娟趕出這個村莊 原來道貌黯然的丈夫 會有這樣卑鄙的一面 蘇曼莉只有認命 由於偽疾技一 病況越來越嚴重 下體竟爛掉了 眼看再也隱瞞不了這樣的事實 某一天 買菜回家的蘇曼莉 見到的是化作一具屍體的丈夫 麥二郎的遺書中 嘱咐曼莉不可泄露這件隱私 曼莉把丈夫已經爛掉的命根子 保存在輔馬林中 本想找機會偷偷與丈夫合葬 卻一直沒有機會 只好眼睜睜地 看著丈夫不全的屍體入土 可是沒有完成丈夫的交代 蘇曼莉內心的壓力 已經令她難以承受 以至於有了她自己 渾然不絕的夢遊 當時麥國俊 又怎麼能想像得到 母親夢遊的背後 會是這樣的一隱瞳 為了兒子蘇曼莉苦苦地 隱瞞先生的隱私 並且一想到性愛這回事 便全身毛骨悚然 感到萬分污秽 那天見到吳美娟 竟大搖大擺地回到村中 還要以她的髒手碰麥國俊 蘇曼莉才會發了瘋似地 當街追打她 在張濟智的狂熱追求下 蘇曼莉放開一切 死心塌地地付出所有 想不到張濟智 又是一個金玉其表 敗絮其中的浪子 蘇曼莉神智不清的情況下 割下張濟智的生殖器 下意識地將她的生殖器 和丈夫的放在一起 她自己不知道 為何會有這樣的舉動 或許是在她內心深處 已經將張濟智 與丈夫麥爾朗的形象 完全地重疊在一起了 十年來她所崇拜的父親 居然有這麼不堪的一面 麥國俊整個人 有如被掏空了一般 無言以對 印象中 夫唱夫隨 婦言母慈的完美家庭 原來全建立在蘇曼莉 一個人的隱忍壓抑上 一想到這一層 麥國俊打了個冷戰 要隱瞞這樣的秘密及辛酸 這麼多年 任何人都承受不了 這些年來 蘇曼莉所承受的 是她多麼難以想像的包袱 望著眼前的母親 麥國俊的心情更加複雜 對蘇曼莉的痛恨 羞恥中 增加了更多的悲哀怜悯 一時之間 各種情緒都衝擊在心口 讓她說不出半個字來 媽 在那裡 他開玩笑 你這次就不斷了 死人 先抓在家裡 你不斷了 把人家握走 你不斷了 你不斷了 我沒有 我沒有 他一直在那邊 就不要 我也是一個母親 同時我也是一個女兒 爸爸也很健康,怎麼會生我 你感受我心心哭 你如果我和我會掉 我和中間一起會掉 我寧願的跌倒極點 我保守給你 我真的保守給你 你別這麼說, 我保守你的人 光是王冬居宵的 請示你, 可不可以戒戒戒戒戒 請示你, 你來吧 書書的第一經 是那天 馬比馬來馬 馬 馬 你誒乖離我 苏曼丽其实就跟传统的女性没两样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一生中都没有自己的意志 只能顺着生命中的男性而活 没想到良人居然如此不良 极度的隐忍就成了他面对生活的唯一态度 张继智当然不懂得这个道理 他放任地去戳破苏曼丽隐忍多年的情欲 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 一手挑起了无可避免的悲剧 苏曼丽一生努力配合世俗的价值观 成功地演出了贤妻良母的角色 堪称当时的女性楷模 但是这样的形象底下 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心酸呢 往往在压抑不住 而爆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逆转时 才会引起一丝的注意 这个故事发生在三十年前 三十年并不太漫长 而自诩为两性平等的现代社会 类似的案例还是不时的在我们周遭发生 可见时代在进步 但是人与人的关系 却还是停留在最原始的纠缠上 大轮回提醒您千万要记住历史的教训 因为只要我们忘了教训 历史肯定会再重演